从这个影像看到,在一处洞口处,有三只雪豹依偎在一起,时而互相舔视,时而走动。 其中一只雪豹还在不停地打着哈琴,显得有些疲惫。 而另一个视频则是一只雪豹快速跳跃逮到食物后,向红矮相机走来,似乎是想告诉人们,看,我抓到食物了。 还是在同一个地点。第三个视频,我们看到,雪豹先是在地上打滚,又在山崖边上跳跃。 然后,调皮可爱的雪豹又肩并肩朝着红外相机的位置走了过来,用牙咬坏相机,造成信号中断。 您现在看到的是雪豹四口之家,正在一处悬崖峭壁间玩耍,表情放松,全然没有注意到,他们一家子已经被红外相机捕捉到了。 除了雪豹,红外相机还记录到雪豹栖息地的盘羊、北山羊、马鹿等动物。 而这些OT类动物是雪豹的主要食物来源。 同时,红外相机还记录到许多与雪豹同域分布的棕熊、狼、蛇蜊、赤虎、亚洲狗欢等其他大中型食肉动物。 加起来,总共有13目35颗,98种鹿生脊椎动物。 我们说一个健康的一个生态系统,它是食物链,一定是很丰富的。 它除了吃北山羊、吃盘羊、吃这个马鹿呀、吃野猪呀,它还有一些其他的小动物可以吃,比如说兔子呀、野兔呀、旱塔呀、旱塔也很多。 我们说仪式环境是最重要的,食物呢也是重要的。